以後死亡 是高雄市首例猝死個案 家屬氣得大喊要見市場 而高醫院長也說 打完AZ血酸的機率 大約跟發票中三四獎差不多 那麼到底死因跟打疫苗 有沒有關係 家屬要找真相 家屬慌慌張張衝進急診室 因為爸爸15號打完疫苗 原本好好的半夜境突然 出狀況 急診室外老翁女兒哭到腿軟 氣不成聲 兒子更是抓狂 大吼要見市場 原來這名九十多歲 老翁有慢性病史 在6月15號早上接種疫苗 當下沒有不舒服 沒想到過兩天 17號清晨 身體突然不舒服 緊急送醫 疑似心急梗塞 但死因到底跟打疫苗 有沒有關聯 家屬要一個真相 有比國外的數據高一點 跟我們每兩個月 再對一次統一發票的三四獎 的機率差不多了 各地傳出施打疫苗後死亡案例 高醫院長以統一發票指令 打AZ發生血栓機率 跟發票中三四獎一樣 中三獎可以拿到一萬元 中四獎零四千元 機率也不低 百分之零點零零三 等於十萬人裡面 就有三個人會發生血栓 是否為疫苗不良反應 需要再進一步釐清 加上高雄這位老翁全台 已經有13例猝死 到底和金融疫苗 是否有直接關聯 不只長輩 新驚驚 家屬也想找到真相 記者鄧銘 宋沛成 馬家瑜 高雄報導 馬家瑜